那我们市长会背这个来参加市场 其实我这很需要 我早上讲背的 金融市长谢伙良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 婴儿背金 让当了三宝霸的蒋万安 开心的直说正好需要 为了考察台北转运站及猫栏等市政建设 金融市政府与金融市议会 共同造访台北市政府取经 蒋万安表示 既背北桃已经是一日生活圈 每日通勤通学的交通流动人口 达135万人 一直对于能减轻首都圈民众通勤负担 并协助落实低碳城市的 1200元交通月票 蒋万安透露 中央4月将公布具体作业要点 预计最快7月上路 对于基隆市民来讲 能够减轻大家通勤的负担 以及对台北市来讲 发展低碳永续的城市目标 一直是我们很努力的方向 所以中央也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目前我了解最快 7月份可以正式上路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交通月票的方式 对于既背北桃所有的市民来讲 不管是交通通勤费用的负担减轻 低碳永续的目标 交通成本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谢国良者表示 主要来考察台北市猫篮及U-bike等 共享运具 希望让基隆市民也能享受 共享运具所带来的便利 因为这个猫篮是台北市一个重要的建设 但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想也这个台北市市政府有很多相关的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基隆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要去考量的一个依据 另外就是台北市也有 这个非常成功的共享运具的一个经验 最近湾安市长又把U-bike 提升到前30分钟不用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政 那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希望基隆未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共享运具 成为基隆市议会首位造访台北市政府的议长 同志伟希望透过参访台北转运站 为即将启用的基隆成绩转运站提供良好的经验 也期盼借由考察猫篮 鼓励基隆市政府继续执行及评估缆车计划 基隆跟台北的交流跟互动 其实一直都非常频繁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基隆市议会 共同来参访 因为我们现在来很重要的一个建设是成绩转运站 我想参考台北的经验模式 因为台北转运站其实也有五个车道 是基隆跟台北通行的一个固定的车道 所以我们来参考参访 对我们基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那我们用了学习的心情跟监督的态度 带回去来跟基隆市政府做沟通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缆车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市政府可以继续来执行跟评估 另外对于近期外界关注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人选 媒体关切两人到底挺谁 蒋万安与谢国良不约而同表示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最后国民党做出来的决议 我们都会共同来遵守 至于党内立委初选部分 蒋万安与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谢国良强调身为县市长 在当地则无旁贷 能帮忙就帮忙 蒋万安则期盼 初选阶段过程要公平公正 初选之后则要团结一致 赢得胜选 我们做县市长的理应也会尽我们的力量 让这个过程能够更平和更顺利 虽然说协调党务是党部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县市长在当地 也是责无旁贷 能帮忙的还是要尽量帮忙 希望能够把支持者的心声 基层的想法都能够让所有 有意来为民众服务 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来充分了解 最重要我想进入初选阶段 我们希望整个过程要能够公平稳定 最后我们提出最好的候选人 来集结争取民众的认同 共同目标就是要赢得胜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